受封箱长候选人曾淑宜 12号上午举行的庆权总部成立大会 满满的支持者都是来为她交打气 而现场候选人徐正卫 也特别到场为曾淑宜披挂彩蛋 曾淑宜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她再度参选受封箱长 就是希望把服务和建设延续下去 12号一大早艳阳高照 受封箱长候选人曾淑宜 庆权总部前广场就挤满支持乡亲 社区婆婆妈妈们还有原住民姐妹也带来舞蹈 候选人曾淑宜和大家一起跳舞炒热成立大会的气氛 跟我们所有的游淑宜就像一家人一样 在前面跟着他们一起来舞动着 我们也介绍了游淑宜的舞蹈 代表的是热情的欢迎大家 所以 县长徐正卫也特别到场为曾淑宜披挂彩蛋 他也表示曾淑宜不管是在农会或者是公物体系当中 都可以带领受封箱走出困境 让受封呈现不一样的风貌 一号曾淑宜抖上曾淑宜抖上 曾淑宜为什么要来 一定要来跟曾淑宜来保证推荐 第一个因为他是农会界的我们的铁娘子 对不对 而且是农会界的我们的智多心 因为他曾经有行政的经验 所以对于公物体系相当的熟人 对于我们的观光如何去行销结合我们农业 成为我们农业带动观光对不对 而且带动整个产业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给曾淑宜机会好不好 好 让他能够有行政历练有产业的知识 这个熟人以及地方的人和 我们大家一起为曾淑宜加油 曾淑宜 曾淑宜在支持时也提出了包括开办全乡意味保险 还有生育津贴等八大证件 希望寿风乡亲可以支持他票头一号曾淑宜 寿风乡的人口从两万两千人 已经减少到一万七千人 可能会并乡症也会并春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这个情形 所以我这次的证件有补贴我们的生意津贴 虽然财政绝肌 可是县长刚才有答应 要特别照顾我们寿风乡 对不对 办一个全民意外险 所以勿扫补 不要说每一个人 今天池南就有一件第一件发生了 在9月13号生肖 所以明年假使我当险 有机会还是要细办好不好 希望这个狐狸要延续 生意津贴也要延续 虫养礼竞也要延续 也要延续要增加好不好 好 不分党派不分族群的支持 候选人曾淑宜感谢大家 他再度参选寿风乡长 就是希望把服务和建设延续 一起爱寿风 借刘明顺 社风乡报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